花莲国际青年商会举办全国总会海洋资源体验教育活动 邀请了近百位的全国青商会员来到花莲七星潭 有专业人士解说定制渔网以及东部海域资源 希望透过年轻人的影响力传达海洋生态保育的观念 来自全台湾各地的国际青年商会会员近百人 这个星期假日齐聚花莲展开两天一夜的海洋资源体验教育活动 这是国际青年商会响应世界环保议题 青年度在疫情趋缓之后 唯一举办的一场全国性教育体验活动 今天我们花莲青商办了这个海洋资源教育体验宁 这个是我们台湾青商中华民国总会 在我们这个今年所办的第一届的活动 很荣幸在花莲举办我们第一届的海洋资源教育体验宁 这海洋资源教育体验宁呢 是我们联合国的SDGS所要永续发展计划的第十四项 保育海洋生态的活动 然后今天我们选在七星潭的回游坝 我们先让我们全台湾的青山会兄来参加我们这些食欲体验 海费回收跟一些浸探的活动 保育海洋生态 就把我们的蓝色海洋留给未来 蓝色海洋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继续投资我们的永续发展 近百位青商会员西家贷券来到环境优美的花莲 在专业人士解说之下认识定制渔网 以及东部的海域资源状况 希望透过青商会青年人的影响力 传达海洋生态暴雨的观念 也要让年轻的一代更懂得爱护地球 珍惜资源 这里会新的相报道